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如果有問題隨時記一下 以前我有一個習慣 看一本書 如果有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 我會利用前面的空白頁 就會寫頁數 然後打領的問題 碰到可以請教的人 就依著次序 一下子一個一個請教 打破砂鍋問到底 還問砂鍋在哪裡 再問 要不然廳長沒有記錄 有什麼問題 就突然忘記了 離開的時候問題又想起來了 所以如果大家平時就可以收集一下 這樣我們 有時候不一定是你的問題 但是替大家問 像佛弟子 設立福 西伯提 也經常做這種好事對不對 好 那我們繼續 請看十三頁 瓜葫二 我們提到福德跟福報不一樣 福德它是一種善法體 就是不貪 不撐 不吃 所做的一切善法 那這樣的善法是法 它是它的內涵 是一種善的功德 本身這個沒辦法跟眾生分享 但是你有這個善的因 可以感得善的果 這個果報就可以跟大眾分享 那我們再看 瓜葫二大尊卷三十 這邊也有一個很好的譬喻 經說想要種植一個善根 在佛的福田當中 可以一直到成佛的無上菩提 這中間的福德都不會窮盡 福德無窮 福德探無窮 想要這樣的話 應該要學波爾波羅蜜 換句話說 有波爾波羅蜜相應的話 那你所種的善根 善根就不是有肉的善根 也不是局限小小的善根而已 它可以延續很長很長 而且那個量比較大 那下面就舉例說明 論的說明 什麼是善根 善根主要就是三善根 不貪 不撐 不吃 那為什麼稱為根呢 就像我們種樹一樣 有根 然後金 葉 花 果 那你要椒這個樹 你不能使這個葉子 灑一灑 噴一噴就好 重點吸收是根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修行 並不是看表面 看枝末 重點在看根 所以我們修行 我們可以反省一下 我的修行 是不是真的在根上面下功夫 而這個根一般是看不到的 在地底下的 對不對 所以算不算老實修行 事實上是自己知道 那這個根就是不貪不撐不吃 因為一切所有的善法 都是從這三善根 有這個根本 才能夠再增長 執長 如藥 樹 草木 都是因為有根 才能夠生成增長 這名為諸善根 那很多人誤會 以為這布施就是在種福田 所以下面有一個例子來講 所謂善根 就是不貪不撐不吃 那怎麼表現出來呢 有時候是借著布施 借著用功來誦經 聽法 慈戒 種種 要不然一個好人 並不是說我心好就好 你心裡好不好誰知道 對不對 那有時候需要借著身口表現出來 所以底下接著說 善根它需要借一些具體的事項表現出來 這是善根因緣 供養之句 比如說花 香 燈竹 法供養 法供養 比如說慈經 寫經或者是招經 講經說法 依法而行這些的 或者慈戒 誦經等 只是因中說過 所以其實布施等我們都種善根 這個只是因中說過 藉著表現的事項來說 它是嚴格來講 那你供養花 或者是檀香等等 這些還不一定 要以善性供養才名為善根 在誠實論裡面有舉一個譬喻 比如說有三個人 他到廟香林裡面來 請問這個是善還是惡還是無忌 覺得是善的請舉手 有三個不同的人到廟香林是來 這樣的行為是善還是惡 其實不一定 那裡面他就說 有的人呢 他是來聽大致論的 這是善還是惡 善啊 那有的人呢 他一看 這裡有那個功德香啊 他用口香糖來黏啊 想要來拖 那要黏起來 那這個善還是惡 這是惡啦 對不對 那有人覺得說 外面很熱啊 裡面 哇還有冷氣喔 那裡面吹吹涼 這善還是惡 也不是特別善 不是特別惡 這種是無忌 非善非惡 所以不能只是看表面 要看他的發心 所以真正的善根 他是以善心供養 這才是善根 只是布施 這並不等於福德 布施 他雖然能夠破千灘 破除千灘的障礙 然後開善的法門 而真正的福德 而真正的福德是善根 才是福德 你有這個善心啊 那才是福德 下面這個P也很好 比如說我們穿真引線 要來縫衣服啊 那這個光是線 如果沒有真來引導的話 他衣服縫不起來嘛 對不對 你線是線啊 衣服是衣服啊 你線等於衣服嗎 還不行啊 所以必須要真來引導 來縫衣 所以這個線就是在譬喻 香 花 燈 竹這些東西 但是一定要善心 來供養 來引導 來縫衣服 這個才是福德 但是光是只有真也不行啊 有時候要借著資據啊 來合合完成 那經說重一善根 這個一 有才師 法師等等 也供養花 香 燈竹 或者禮敬諸佛 我的稱讚如來 誦經 慈戒 修禪定 智慧等 一一才供養 法供養 種植在佛福田當中 那什麼是佛福田呢 有十方三世祖佛 你都可以在那上面種福田 過去佛 你想他的善根 或者有現前的佛 還有未來佛耶 你也可以在未來佛上面種善根 將來可以成就 或者是佛在世的時候 或形象舍利 或者是念佛 那種植就是要專心 要堅固 不要後悔 所以像這樣的布施 那個心很重要 在佛教經典裡面有一部經 叫做阿瑟士王受絕經 阿瑟士王本來他是想要害佛嘛 對不對 後來他懺悔了 就很護持佛法 那有一天他就供養佛 我身種用災 他想要多種福德 那結果供養完以後到傍晚 他心裡想 我還想再多種點福德 就問那個大臣 說那佛已經過午不時了 我想要再種福德有什麼好的方式呢 他說你可以供養油燈 現在金色 天色晚了 你可以供養燈油 結果阿瑟士王就叫人家拿個燈 就收集了很多燈油拿去供養 那有一個老婦人 聽說佛在某某金色 我也想供養 但是他實在是非常非常貧窮 三餐難以度日 所以他就沿街祈禱 祈禱的一些錢 拿去買燈油 賣油的老闆說 這個是點燈的耶 不是吃的耶 看你經常餓肚子 你買這個點燈做什麼呢 他說我要供養佛 這個老闆他聽了就很讚嘆 覺得說他餓幾餐沒關係 但是想要供養佛 他想你這支一點點油 點不到天亮的啦 好吧 半買半香送 那就送他一些燈油 拿去供養佛 結果到早上 佛跟神通第一的目見連出來警醒 你看到有些燈還亮著 佛就請目見連 把這個燈就把它熄滅 節能減碳嘛 對不對 晚上還可以再點 結果其他的燈很快就熄滅了 就是這個老婦人的燈怎麼吹都吹不滅 拿起家沙來 哈哈哈哈 不滅 用神通哈哈哈哈 不滅 弄滿頭大汗 我就說 好啦好啦辛苦你啦 這老婦人的發心 並不是你神通力 能夠贏得過的 這位老婦人多生累劫 以來她都在供養佛等 她將來 佛為她授祭 她將來會成為一個佛 她的德號 什麼什麼登如來 結果這個消息傳到國王那邊 她說 蝦米 為什麼 她供養這一點點就為她授祭 我供養那麼多 卻不為我授祭呢 就非常欲足啊 我就問 這個大臣啊 怎麼辦 她說 那你可以供養花 她就叫圓丁啊 你找那最好的花送來 我要親自供養佛 這個圓丁就採了很多最好的花 要拿到王宮 獻給佛王的路上 又碰到佛了 那聽聞佛的開示 她很高興啊 馬上 咦 就在眼前啊 就直接供養 佛為她授祭 將來是 絕花如來 那供養完以後 她心裡想 被授祭將來成果是很高興啊 但是想 完了 我怎麼跟國王交差啊 所以她就很緊張 我到國王那邊 早晚要死啊 乾脆回家 跟太太告別 吃最後的晚餐 結果把那個花籃放在門口 跟太太講說 這個經過 太太就哭哭啼啼 準備晚餐的時候 聽到門外 有動靜 有聲音 結果出來一看 原來是天 天上的地勢 地勢天啊 讚嘆啊 拿了很多天花 天上的花 裝滿那個籃子 來祝賀她 她想 沒有人間的花 有天上的花 那不錯啊 我拿這些可以 到國王那邊交差 結果到國王那邊的時候 國王看 這花我從來沒見過啊 你是不是隱藏了 那個脾氣很大 也要砍頭 她說 我不怕了啦 佛已經為我受寄 將來會成絕花如來 蝦咪 怎麼又是你不是我 就非常懊惰 就問這大臣啊 到底怎麼回事啊 大臣就說 國王 國王 事實上你的公養 都是動用國庫嘛 對不對 什麼是你自己的呢 你沒有捨心啊 再來 受寄成佛 佛是大慈大悲有智慧的 哪裡動不動就瞎咪 哪裡動不動就要砍頭的 那受寄哪有成這樣的佛呢 真正要公盡公養的話 你要摘戒沐浴 要用自己的東西來發心 結果大家一想 也對 就摘戒沐浴三個月啊 然後用自己的頭冠啊 一些金士啊 要合成做寶蓋 做那個寶官啊 要供養佛 結果好不容易啊 三個月到了 大臣來報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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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 入涅槃了啦 什麼 找不住涅槃 玩不住 我這樣你才入涅槃 怎麼辦 因為大臣很有智慧 他說 佛出了色身以外 他還有法身 平常我們看到的是 五印組合的色身啊 但是還有法身啊 佛雖然入涅槃了 但是法身常在 如果能夠很虔誠 供養 見緣起即見法 見法即見佛 說不定佛會獻法身啊 就拿著那個寶冠啊 衝啊 就趕快拿去供養佛 很虔誠的懺悔 佛獻法身 也為他受寂 所以 這是出自阿瑟士王受絕經 從這個故事我們可以了解 真的供養不再量多 而是在開始發心 好 再來瓜虎三 大臣卷六十一 對福德有一個很明確的定義 福德並不是貪求自己 今生來生的福報 它是開始發心作願 我要度一些眾生 有這種慈悲的意涵在裡面 而且呢 這樣的慈悲心 有相應三善根 不貪不撐不吃 這三善根都是心所法 善的心所 而跟這個三善根相應的 其他的種種善法 也都算是福德 也都算是福德 還有善根所起的生業 口業 和和這些法 我們總稱為福德 所以從這裡福德的定義 它是財務嗎 它是相好莊嚴嗎 不是啊 它是不貪不撐不吃 就是這個心所法 還有 跟這個三善根相應的 其他的 比如說不嫉妒啦 有水洗啦等等 還有生業 口業 所以福德是什麼 其實就是不貪不撐不吃 所做的一切善法 這樣的善法體才叫福德 有這樣的福德 才能夠感得福報 這是福德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接著我們修行 主要是要離苦得樂 苦有生苦跟辛苦 佛教他講 諸行無常 諸受皆苦 諸法無我 涅槃即盡 諸受皆苦 有人就提出反駁 受 受是感受 有樂受 苦受 不苦不樂受 為什麼說一切的受 都是苦呢 在佛法來講 即使熱 你吃得很高興 但是 假如天天給你吃這些東西 你還熱不熱 吃太多的話 你跑廁所也不熱啊 對不對 所以這熱受 本身它無常也會有苦 所以佛告訴我們 要觀諸受皆苦 所以行者做失念 修行人要這樣子思維 一切有違法都是無常 有無常便壞 所以會有苦 那外人又問 如果有違法無常 就苦 但是聖人 諸賢聖人 有違無漏法 是不是也應該苦呢 那 論主回答 這些法雖然無常 有愛著才會生苦 如果沒有愛著 那就沒有苦 那有違跟有漏 無漏 有漏 有違無違 這是不同的觀念 有違就是生住面的 通通是叫有違 無漏的就是清靜 如果以四聖地來分 哪些是有違法 苦 疾 道 這是有違法 道 八正道 它還是有生滅 對不對 正見正語正思維 這個都還是有生滅 這是有違法 那無違法是滅地 滅盤那才是無違法 不生不滅 那無漏法是什麼呢 是滅地跟道地 它是清靜的 滅盤它當然是無漏清靜的 道地 這八正道 這個是清靜 也是無漏 所以這個地方要注意的就是 道地的特性 它就是有違法 有生滅 但是它的體性是清靜 是無漏的 所以我們看角度三世 有人問啊 如果無常就是苦 那道地也是無常 八正道也是無常 它是不是有苦 外人就提出這個問題 如果它是苦的話 那你怎麼以苦離苦呢 修八正道怎麼能離苦呢 那論主回答 無常即是苦 這是針對無取運來說 而八正道 它雖然是無常 但是不明為苦 藉著八正道 它能夠滅苦 不會生執著 八正道 與空無我的智慧和合 它只能說是無常 但是它不能說是苦 所以 有違法 那不管是好的壞的 一有執著 那就會有苦 那外人就問 那諸聖人 他雖然沒有什麼執著啊 他也會有苦啊 像瑟利福 他風熱病苦 聽說瑟利福 他雖然是智慧第一啊 但是他經常頭痛 經常頭痛 有一些論 他有提出種種解釋 有的說他過去生了夜報的關係 有的說他因為太用功了 熬夜啊 該睡覺的時候不睡覺 有各種不同的解釋 另外還有阿羅漢的眼痛 還有得痣瘡的啦 種種 他當然也很苦啊 那主回答 苦有兩種 一個是深苦 一個是辛苦 聖人以智慧力固 他不會再有憂愁 嫉妒稱慧等辛苦 那過去生 敢 敢得的這個肉身 過去生的因緣 敢得這個肉身 因而有老病 飢渴寒熱等辛苦 這就叫因緣法 神經的傳達 神經的傳達正常的話 不會麻痹都會有痛啊 有苦 但是即使有深苦 他也能夠安受 這樣的苦 會比較少 就好像有人清楚的寥寥 清楚的明了 他負債 欠價錢那就應該歡喜償還 但是有人 他不記得過去生欠人家 今生有人來要債 來討債 他就覺得很苦 我根本沒有欠你為什麼來要 所以有時候 我們七月啊 或者是九月 藥社法會 玉蘭盆法會 都會消災嘛 對不對 願欠債主啊 我就經常跟這些信眾們講 願欠債主 為什麼會有債主 因為你欠債不還 接受父母恩 師掌恩 你有沒有報答 沒有報答你就欠啊 對不對 而且要隨緣消就業 莫債造新秧 你光供養個五百塊 就想要消災 但是你吃了那麼多的肉 殺了那麼多的生 換過來 我把你殺死 吃了你的肉五百塊貼給你 你願意不願意啊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要消災的話 就是消就業以後 不要再造新的 永遠在造新的 那永遠消不完 再來苦受是心心所法 外人又問 那生就要讓草木了 你的心就沒有感覺 為什麼說聖人只有受生苦 回答說 凡夫人她受苦的時候 心生憂愁苦惱 她有撐的煩惱 所逼迫 那一般人有苦的話 她是怎麼離苦 她就多吃啊 多睡啊 多玩啊 多打電動玩 打電動玩遊戲啊等等對不對 藉著其他的來消除當前的苦 但是苦的因並沒有真正的消除 對不對 所以聖人他有體會到苦地 而一些沒飯吃的人他有沒有苦 他有苦 他有體會到苦地嗎 沒有 所以苦跟苦地是不同的 大家知道它的差別在哪裡嗎 就是凡夫啊 他雖然是受苦 但是他會起煩惱在造業 有的沒飯吃啊去偷牆啊等等的 聖人他能夠安受 而且了解即使是你有好吃的啦 等等 但是知道他是無常 他不會再起煩惱再造惡業 而且知道唯有出離三界 那才是真正的樂 但是凡夫不一樣啊 就好像一個牢籠裡面 一個牢獄裡面 在東北角這邊就很苦 結果就跑到西北角 東南角這樣 你換來換去 其實都還不是在牢獄裡面 對不對 那只是換個位置而已啦 所以苦跟苦地不一樣 苦地 那是了解 無常 苦 空 無我 那才是苦地 只是受苦 那不一定能夠體育到苦地 如佛說凡夫人 除了五慕 除了五慕的熱之外 想要來滅苦 他不知道有什麼真正 出離苦的方法 那於熱受終 他就起貪欲 不苦不樂受終 他就有吃的煩惱 所使義 凡夫人 凡夫人受苦的時候 內受貪嗔吃三肚之苦 而外又受寒熱 而外又受寒熱 鞭葬等苦 像這樣的凡夫人 他內外都苦 主經說 有人失去他所愛著的物 身心皆受苦 就好像二箭雙舍 那聖人的話 他沒有心的苦 他只有生的苦 更沒有其他的苦 凡夫的話 他有生苦也有辛苦 父子 我言有為無漏法 這叫做道地 八正道 他是有為 但是他是清靜的 不執著 那就不是苦 聖人生 他是有肉 有肉的夜報生 那有苦 這個沒有什麼過失 而且這是已經是幕後生 所受的苦也是為少 第四 有生皆苦 凡夫為止大苦 故以小苦為樂 以舊的苦為苦 以新的苦為樂 這是凡夫的通病 比如說生是重苦生畜 我們有八苦 生老病死 求不得愛別禮 願真會 但是這苦的根本 幾之五孕聖苦 五孕聖 你有這個生 其他的 都是由這個五孕而生 逆苦如老病死 外苦如刀杖寒熱 即可等 那 外人問 生 不只是苦性 也有從生來受樂的 為什麼說 都是苦呢 如果沒有生 那這五孕 誰能夠感受到這個五孕 那論主回答 苦跟樂 一般人跟聖人的看法不同 是聖地的苦地 聖人知道他真實是苦 但是凡夫 他有的吃 有的穿 有的玩 那就不以為是樂 所以凡夫認為是樂 而聖人知道這三孕 無常是苦 那我們要怎麼抉擇呢 我們應當要抑著聖者 這個才凡 凡夫 還有很多迷惑 見解不正確 我們要捨離 這個生真實是苦 為了止大苦 故以小苦為樂 下面這個屁股很好 譬如有一個被判死罪的人 那結果 這個減刑 打五十大板 那五十大板 他就覺得很高興 對不對 不用死 但是這個五十大板 是苦還是樂 還不是一樣 對不對 挨了屁股被打 那當然還是苦 但是凡夫他就覺得很高興 其實在聖人來看 這個處罰 其實還是苦 因為他能夠讓他免於一死 凡夫就誤以為是樂 再來 凡夫以心的苦 誤以為是快樂 以舊的苦 認為他是苦 譬如說剛坐的時候 就很舒服 但是叫你坐 坐一天 一整天 你樂不樂 不樂啊 喜歡起來走動走動 對不對 走了累了 叫你躺下來很舒服 但是如果你手腳不靈光 叫你躺個三年五年 你樂不樂 就不樂了 所以 大尊講得很好 我們眾生 就是以新的苦 來取代舊的苦 就誤以為是樂 其實 就像牢籠裡面 不斷地變換位置 有人在三二道 熬了以後 身為人 身為人以後又活得不耐煩 去跑去自殺 事實上這沒有辦法解決問題 真正根本的問題 就是極地 極的煩惱業 這個要根本解決 才能夠找到病因 才能夠真正離苦得樂 下面也有舉一些譬喻 我們就不再詳細解說 比如說有的人 他身有皮膚病 那喜歡抓癢對不對 或者喜歡烤火 他覺得很舒服 但是你這樣抓抓抓 結果就會出血啊 是不是 抓癢的時候很舒服 那事後又很痛苦 所以我們要找到真正苦的因 來可以對症下藥 像這種苦因緣 知道它的根本都在生 而行者 我們修行者 我們修行者 知道這個身 清楚地認識他 只不過是不盡無常苦 是不得已感到這個身 要養育他 有人講 我們這個身是最忘恩賦義的人 這個色身 最忘恩賦義 為什麼講這個色身最忘恩賦義 我們有好吃的給他吃 有好的東西都來供養他 但是呢 他一天一天走向衰亡死亡的道路 對不對 他有報恩嗎 沒有報恩 好的都給他 但是 但是他卻忘恩賦義 所以這身 那我們要了解 這個 只不過借假修真 借著這個假的肉體來修諸法實相 所以不要以為這個身是真實的 他其實是無我 不自在的 譬如病風之人 比如說痛風或者中風 但是手腳不靈活 或者是咽喉梗塞不能言語 像這樣都不自在 身不自在故知無我 所以我們不要探索這個身 要了解 觀身不靜 觀受是苦 那了解 身 心等等 都是無常苦功無我 有種種過患 這就是修身念處 試念處的身念處 不只是觀不靜 我們身還是同樣可以觀無常苦空無我 好 接著來談 我們前面提到說 修三善根 不貪不撐不吃 藉著身口表現出來 那我們想想 其實要有功勞 或者造罪業 這個嘴巴 很方便 嘴巴真的很方便 你讚嘆一下 也有功 說說法 安慰別人 這個有功 但是這個嘴巴 其實造業也很快 真的是很快 有時候挑撥離間 等等的 東家長 西家短 我們那邊有一句話講 經常在挑撥離間 有一句話俗語叫做 站在高山看馬在相踢 這樣 就是挑撥離間 那菩薩修學 那菩薩修學 住六波羅蜜 經常精進利益眾生 不說無益之事 所以嘴巴要遠離過失 那論的解說 菩薩修 過去沒有謹慎自己的言語 曾經出惡口 那感到慚愧 發願我永離 口的四種過失 有不妄語 不惡口 不良識 那論的解說 菩薩修 知道波爾波羅蜜中 諸法沒有定向 不可以執著 不可說 如是知能夠利益的 皆是佛法 如果不能夠利益 你儘管講得再好聽 都不是佛法 就好像好藥 如果不能夠治病 那就不是好藥 即使拿一些泥巴 很普通的這些藥草 能夠治病的 那就是藥 所以菩薩他說法 他是要對治西坦 對治眾生的病 講得有用的法 才是好 不會隨便亂說 那大正在卷73又說 得必盡空 心純熟幾面相 不說無異語 那 假如要說的話 具備五種特性 具備五種特性 我們先看角度36 雜案經 497經 也有提到 比如說 我們看到某某人有過失 我們要舉罪 來勸道他 那佛說 應該要具備五種要素 第一個 你說別人的過失 要真實 不是憑空想像 來編織人家的罪名 第一個要真實 第二個 要找到恰當的時機 有的人 他心情好 或者他願意接受別人 那個恰當的時機 你把握住的話 你勸他很有效 有的人他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在擺抱的勸告他 有時候效果很差 所以時機也要顧慮到 再來 你的發心是讓他能夠受益 可是我們一般人 在數肉邊的過失的時候 他並不是為了讓別人得到受益 而是看人家出糗 對不對 看人家出糗啊 自己洋洋得意 有的時候是這種心態 再來 在態度上 要柔軟 不要用很激烈的言辭 來刺激別人 再來發心 也要有慈悲心 而不是做一種不滿的發泄 我們看看 如果我們要勸告別人 是不是有兼顧到這五個要素 那在大尊裡面他就說了 說 我們一般來講 有比丘 比丘女 善男子 善女人 對不對 請問各位居士 男居士 女居士 你是不是善男子 是不是善女人 你是不是比丘 是不是比丘女 不是嗎 我在問的時候 有人就喊得很大聲 是 那大尊人他就說了 並不是說的男子都是善男子 也不是說的女人都是善女人 要稱為善 必須要有善的特征 那善的特征是什麼 就是人家用這五種邪语 來刺激你 你都不動搖 就是毀謗你 本來不真實的故意毀謗 內心也很稱恨 言語就很激烈 在大眾面前 又不是為了對你有幫助 時機也不對 你能夠不動搖 具備有這種特性 那才是善男子 善女人 還有其他很多 所以我們看 那怎麼樣能夠不說無異語 就要照顧 第一個你所說的都是正法 不是旁人走道非法 再來所說的要真實 非妄語 態度要柔軟不粗獷 發心要慈悲不以真會心 而且時機要對 觀察人心 隨著他的方俗 就是地方或者是他的特色 每個地方不同 就有時機或者空間要恰當 那所說的內容是什麼 所說的利益之言 比如教他大聖的佛法 或者二聖 或者仁天的善法 或者是今世得非罪之樂 得樂是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去造非法 君子愛才取之有道 不要造罪得到樂 不究竟 那怎麼樣不說無異語呢 這裡面大聖提出三個要項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 第一個要經常遠離口的嗜惡 不要養成壞的習慣 要遠離口嗜惡 才能夠不說無異語 所說的都是對人家有幫助的 第一個要離餓 第二個要有大悲心 你看如果說一個人有大慈悲心的人 他怎麼忍心去數落人家的過失 讓人家難堪 又對人家沒有幫助 對不對 所以我們愛護一個道場 我們就要維護 不是在說某個師父怎麼樣 或者哪個道場有什麼缺失 你應該奉獻你的心力 來維護自己的清淨 對不對 如果你真有慈悲性的話 你不會做那種 在背後說人家是非的話 對不對 再來第三個 要自摧薄諸煩惱 煩惱薄的話 你就不會在言談中發洩 不自覺 造了很多的惡業 口過 所以如果能夠堅固這幾個 我們可以遠離口的思惡 所說的就是有利 有利益的話 好 第六 修學波爾波爾蜜 可以得到五種功德 得到五種功德 第一個就是令魔不得辨 結果魔不會來侵擾 第二個功德就是事事如意 我們經常祝福人家 祝你萬事如意 但是事實上 人間是不如意是十長八九 怎麼可能萬事如意呢 如果真要萬事如意的話 要學波爾波羅蜜 就要深入大致的論 第三 學波爾的好處 就是諸佛會互念 第四 諸天勇護 第五 重罪輕受 即使過去造了重的罪 能夠輕受 一下輕輕地就過去了 好 這是經 行般若 惡魔不得辨 世間眾事 都能夠隨心所欲 再來諸佛擁護 不堕而勝地 再來諸天擁護菩薩 不一定當然有障礙 再來菩薩所有的重罪 現世輕受 就不會帶到下輩子去 永遠沒了 可以顧菩薩 用普慈加眾生 顧 所以前面是談智慧 而後面是有慈悲心 有智慧 有悲心 這樣的話 這五種事就能夠如願 好 那我們看論的解說 行般若可以得這五種利益 第一個就魔不得辨 得辨的意思就是魔 它經常在窥視著你乘序而入 你有所防備的時候 它就暫時不動 但是你有所懈怠 那它就乘序而入 那這裡有一個問題 魔是欲界主 我們剛剛說過 魔它是六欲天 六欲天它是欲界 六欲天的主 而菩薩是人 肉眼不得自在 那人還是欲界 還地位比六欲天還低 那怎麼能夠 不讓這個魔乘序而入呢 底下論主 提出幾種回答 佛說 諸佛諸大天永護 就由佛還有大天的護持 魔就不能夠乘序而入 那各位有沒有留意到 那個我做那個小科班 一二三四 而後面就有導師的筆記 大尊人筆 那導師的筆記是誰看誰記 不一定照著次序 所以我是 依著這個筆記本 有的寫直的 有的寫橫的 有的是毛筆 有的是自來水筆 不太一樣 就大略的分類 那邊也數 所以你看 這樣子整大段 導師用這幾句簡要的話 就把這整大段 就收射起來 對我們來講非常方便 第二 就行自向空 一切無所執著的緣故 菩薩如果行 畢竟不可得自向空 那這一切法都不執著 不執著那就沒有過失 沒有過失 那魔就沒辦法乘序而入 下面這個譬語也很好 譬如人身 如果說你都沒有長窗 那即使你握在這個 有毒穴 毒的木穴這邊 那毒也不能夠乘序而入 那如果有小的窗口 那必死無疑 毒就乘序而入 就像說我們空氣中 也有很多的毒 有很多的細菌 病菌等等 但是如果你的免疫力很好 它對你沒有什麼損傷 所以我們要節身至愛 如果節身至愛的話 這些毒就不會入 第三 菩薩甚至於諸佛中心不執著 那以諸魔心也不撐 那魔就不能夠乘序而入 再來 菩薩深入忍波羅蜜 有此三昧故 那一切外惡不能重傷 即使水火到兵 也都不能夠危害 再來 這個在正義案經 或大臣都有提到 修慈心觀的利益 如角柱 大家可以參考 這是魔不得辨 所以我們的修行 如果不希望魔來擾亂的話 那就好好修波羅波羅蜜 修慈心觀 那對一切法官 畢竟空不執著 再來 事事如意 世間眾事 譬如我們從事做生意 從事商業行為 迎合世俗的生活 或者是耕作種果樹 或者在曠野的道路 找景 成立客棧 像這樣的事件的事情 也都能夠如意 沒有障礙 那想要召立塔 是做大福德 做大布施 或者想要說法 度化眾生 都能夠如意 不會說你想要做好事 沒有這個因緣 或者說你想要說法 沒有人聽 那這些事事件的事情 不管大的小的都能夠如意 那怎麼樣才能夠 事事如意呢 下面就提出幾個因緣 第一個 要事事集 無量福德智慧因緣 如果本身的福德夠 因為你的福德 這個善法體夠的話 你想要有這個資據 它就有了 對不對 那當然就如意啊 你不會說信量很大 想要發願要做什麼做什麼 但是都因緣不具足 所以要福德 而且有智慧 有智慧的話 它可以做善巧的應用 解決很多的困難 再大的困難都可以得到解決 當然就事事如意啦 所以我們想要事事如意的話 從這邊多積極福德智慧 從這邊來下手 而不是空等待好的時節因緣 再來 菩薩行般若 於一切法中心不執著 心不執著的話 煩惱就淡薄 煩惱淡薄 障礙少 它中的善根就深入 不會說根很淺 不堪一擊 不會 那善根深厚 那你的願就能夠如意 再來 菩薩行般若 那諸大天都愛敬 這菩薩會互念 稱讚菩薩名 而諸隆鬼神等 聽聞諸天所讚嘆 他們也來促成 這就是所謂隆天護法 隆天的護法 它是護持什麼人 當然是發心啊 正派的人啊 對不對 而不是護持這個私心雜念的人 不會 那有著諸天的護持 那有著諸天的護持 所以事事如意 再來 菩薩為諸佛所護念 威德所加 也能夠如意 第三 有諸佛護念 那外人就問啊 諸佛都是發心平等 為什麼會偏偏偏 護持這個菩薩 不護持其他的惡人 那這裡有回答 因為菩薩智慧功德大 佛發心雖然是平等的 但是他特別護念這個菩薩 護念這個菩薩 因為你看看喔 護念這個菩薩 他又發心來度化眾生 影響力就比較深遠嘛 對不對 你護念這個菩薩 他可以影響力更深厚 而且讓其他人知道說 你像菩薩這樣的發心 做善事 可以得到佛的護持 來勸化其他的人 來菩薩得佛智慧的氣氛 他能夠知道善惡 那能夠分別善惡 賞念好人 無過於佛 佛特別知道哪個是善哪個是惡 能夠特別對好人加以獎賞互念 因為菩薩有佛的智慧的少分 所以佛護念 第三 佛護念菩薩 不希望他堕而勝地 因為他入空無向無怨三昧 由佛佛的護念而不會堕落 就像魚 就像魚 它產了很多的卵 因為有母魚的護念 那就能夠生長 沒有母魚的護念 那就散壞 第四 諸天 諸天勇護 不欲令施己所行 諸天效佛念故 就是說 菩薩 所作所為都光明正大 和行善法度眾生 那佛在護念 那有些諸天他們看 他或許不一定能夠分辨這個菩薩的功力 心理 心裡面的行為 他們不一定知道 但是一看 佛都在護念這個菩薩了 他為了要復持佛法 他也護念這個菩薩 再來 諸天以菩薩行 不惹不漏蜜 都不執著 他也不樂時間樂 菩薩的發心 只是希望教化眾生 他本來可以解脫自己想極滅樂 但是他為了教化眾生而求助於世間 那這樣的發心很尊貴 所以諸天也護念 來護念他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繼續